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轉為《要財證券研究部》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有事想問Jason 歡迎大家用約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源地址是ask at bsjohn.com Jason 跟進視訪 恆生指數升27點,20167點 國企指數升21點,10525點 成家暫時只有131億 其指數升29點,20116點 先說順耳玻璃 現在升2.6%,升1.2%,升4.7.1% 看到他們的行政總裁董青世表示 今年第一季,玻璃的價格已經大幅回升 第一季的毛利率和產量更加創造歷史新高 另外,隨著更多建築項目落成 預計今年整體玻璃產能 會按年升成2% 其實玻璃,大家一定會懸想到是建樓 因為有樓才會用大量的玻璃 問問Jason,有沒有預期到 第一季的產量和毛利率都可以創造歷史新高 其實今次這樣說 比市場來說,都有一個驚喜在這裏 因為看上年來算 特別是下半年的時候 國內玻璃的價格都可以說是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當時因為本身的汽車銷量又不是太好 另外,內地一些基建項目 包括一些鐵路又或者房地產方面的興建速度 都是放慢了下來 如是就令到整體玻璃的需求 都是減慢了,叫減少了 由於本身信義玻璃本身的產品 都是比較多來自汽車玻璃和建築玻璃 如果你說這兩個行業同時間 都是有個明顯放緩的話 對於有一個玻璃的價格就有個很明顯影響 都直接令到信義玻璃在上一年公佈的銷量方面的增長 都明顯是放慢了 但是去到今年,看回這次行政總裁說的話 都開始轉趨比較樂觀一點 特別是單看第一季 都看到整體玻璃的售價 都由低位顯著有一個反彈 同時你看到它的產品的模擬率 都是創了一個歷史新高 意味著比起鋼欣兩年之前的高峰期 都還是要高的 代表著這個行業會不會有機會 已經在去年年底的時候見了底 今年有沒有機會進一步有一個復甦的空間 單看第一季方面 它的產量都叫做保持得到一個不錯的升幅 都預期得到去到今年整體的行業 應該可以有一個復甦的部分在這裡 當然你說這個行業 都一定要看回建築方面 我相信如果你說房地產、商品房方面的興建速度 應該都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幸好它也提到保障房方面的落成 都應該可以離貌到商品房下跌的影響 而且它也強調 公司上半年的訂單已經爆滿了 今年陸續會增加產能 其實如果我們在玻璃範疇裡面 尤其是建築玻璃 看到它上半年的訂單爆滿 其實會暗示到其他行業 例如起樓相關的一些學業 都有開始有復甦的情況 其實你見到這幾天的市場是跌下來的 但是你看看一些個別的股份 包括3323方面 其實這幾天的股價沒有跌不止 在逆市是正在升的 另外一種也跟建築相關的股份 就是1157中聯重科 亦都見到它的股價 在這幾天 當大市不斷跌的時候 它都是逆市上升的 除了你說這兩隻之外 一些基建類的股份 包括中鐵390方面 亦都見到股價在這個月方面做得不錯 整體都說明了一個特性 就是跟建築相關的板塊 在最近這兩個星期 都是有個跑贏大市的情況 最大的原因 之前都跟大家分析過的 都還記得4月初公佈那個 就是官方PMI的新訂單指數方面 當中一些建築行業相關的訂單 有一個很明顯的復甦 由於本身PMI 都是一個具前瞻性的指標 如果你說這些行業 在之前個月是接訂單接得多了的話 代表著 接下來的開工量 或者整體的基建復甦的步伐 都應該會有機會加快 所以我自己對於這個板塊來講 無論是水泥也好 重型機械也好 或者其他的原材料 包括玻璃等等這些行業也好 都應該可以有個不錯的走勢 好 不如集中看看3323中建材 李昂方面升了評級 去到跑贏大市 還看12元 其實不少的券商都調高了 他們2012至2013年的盈利 有11%以上的 很多的評級都被買入 有些分析就說 其實中建材在他們的戰略重組群 看到非常好的成效 因為無論在淮海地區 東南北面和西南 西南這一方面 其實整個中國已經圍住 成為一個水泥業務的戰略架構 如果我這樣說的話 東又有 西又有 北又有 南又有 其實這樣的一個戰略部署 接下來看到它的成效一定會在 還有不懂得分析 都在說水泥行業 最差的情況已經見底了 無論是銷量和利潤已經見底了 其實現在的券商就叫人買 其實是不是真的買得過呢 買得過 因為始終就像你所說 是的 你見到中建材在過去幾年 都不斷進行一些收購 不斷都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現在都令到它在國內水泥市場 那個的佔入率方面 都是大幅提升了 本身之前它就比較集中在 國內方面的東面 和南面方面的地區 但是你見到它最近這一兩年 都借著整個行業的整合 兼聘重組 都說不斷將自己的生意 是拓展到中國的中部和西部那邊 如是者 我相信既然 既然未來的消售量 或者生意壓都不斷會大增的時候 對於它的利潤來說 都會有個不錯的幫助在這裡 再加上由於本身 之前幾年都有很多 一些比較小規模的水泥廠 都是要倒閉了 不能夠再興建的關係 都令到一些比較大規模的龍頭企業來說 接下來的優勢就會越來越明顯 一來就是佔入率會相對提升 二來就是定價能力方面 都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看看去年年底的水泥價格 就叫做跌得比較多 很多水泥股 都在去年第四季的表現 都是一般的 但是去到今年第一季 都看到水泥價格 開始低位是叫企穩 特別進入了第二季 一個叫做旺季之後 我相信整體水泥價格 都還有機會進一步回升 所以這個板塊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 雖然比在最低的位置 都叫做升了不少 但是不要忘記說 中建材的股價 去年年中曾經高見過 接近17.5、17.6的位置 和現在的距離 仍然都有一段的上升空間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譬如你剛剛說 信義波這個表現也不錯 水泥股也不錯 基建股也是不錯 其實如果三個板塊的話 其實我自己是投資者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直播率最高的一個板塊 其實你覺得哪個板塊的直播率最高呢 其實三者的關係很密切 當你說水泥需求旺的話 代表著下游的建築箱 或者重型機械箱 都應該會有幫助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三者我也覺得沒有什麼相關 基本上這幾個板塊 都可以隨便選擇一個 水泥也好 玻璃也好 機械也好 去到選擇吸納 純粹看看自己的預算是多少 好 以及自己的喜好是怎樣 謝謝Jason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